國民黨現在是屁股被椅子夾住 也叫不出聲 因為你現在不換韓是盤蝶 可是換了韓是崩盤 所以他們現在是騎虎南下 我覺得國民黨已經開始在愛愛妹妹分崩離析了 昨天郭台銘釋出那句話 說他可能要報備參選 吳敦義竟然是說要傷腦筋一下 這種任何政黨碰到這麼重大的議題的時候 根本不思索 根本就是四個字 簡單講科技叫做黨籍處分 講最簡單直接嚴厲的就是開除黨籍 這有什麼好講的 在我們民進黨 我們已經確定小英總統是初選勝出 有任何人敢講什麼報備參選 報字還沒講出口就被滅失了 還哪有這種事 那吳敦義為什麼會這樣 就是因為吳敦義已經得到他想要的 他就是去任黨主席了 然後現在不分心 吳敦義全又在他手上 所以他當然不願意得罪台灣首富 而且這個首富很可能還會繼續是他 或者他們黨的金主 所以我覺得我要給韓國瑜加油一下 像他講說今天難得準時一次 他就說他是從小就有的好習慣 我是把這個看成說這個叫韓式幽默 韓式幽默 那我想說他如果冷靜想一下 其實他初選一勝出 我當時就證告韓國瑜 我給他一個很好的建議 我說韓國瑜你應該挑一個良道吉時 你正式辭去高雄市長的位置 那為什麼 因為這除了宣示你的決心 你背水一戰以外 而且因為資源時間每個人都有限嘛 你不可能說你既又要把高雄市長做好 你又要參選國家總統大位 所以乾脆這是阿薩利一點 男子和大丈夫 而且這樣子對高雄市民才是公平的 所以我現在認為 其實韓國瑜開始低迷的支持度了 我認為他不妨再考慮 我當時講的這一點 就是說乾脆你就直接辭去高雄市長 那你宣示那背水一戰 可能還有一搏 可能還有一搏 那麼他可韓國瑜其實不需要 剛才施剛講的就是說 什麼還要有什麼其他來幫助 什麼幫他防火牆 其實不用 韓國瑜其實他能夠有今天 其實他慣於他就是一人部隊 單兵作戰 你看他那個我們講五年前 那個柯文哲他那個老鼠尾事件 還早還去弄了個道具 還弄了老鼠尾那些工具 還一堆人幫他講話 韓國瑜通通不用 他一個人他連那個追蹤器也沒準備 也沒人呼應他 他蹦一下他就出來 那可是我覺得他這個方式導致很多人欣賞 像我個人就滿正常的 我就覺得對 就是要這麼直接 沒有也給你說得有 對不對 這就像那個華西街在沙蛇有沒有 賣那些拍賣商品的這些人 就是這個樣子 就是天橋說書也是這樣 就是沒有說得有 說得會很多人跟你相信 所以這個就是韓國瑜的強項 所以在這一個部分 我倒是覺得國民黨 你們再給他其他任何的幫助 我覺得那個都不必 那個我倒是覺得說 應該要對韓國瑜呼喚說 韓國瑜回神一下吧 韓神回來吧 像他今天 蘇貞昌打跟他關心 這個高雄災情 像他就神回了一句 他就說兩個禿子空中相會 倍感溫馨 這就對了 講一些跟災情無關的 這個風風雨雨的 他可以講一些風花雪月 講一些伯君一下 這就是韓國瑜的特質 所以韓神已經開始回來了 我們假以實至 那韓國瑜我也樂見你回神 那現在 你知己知筆 你也有上那個挺韓的媒體節目嘛 你有感覺到的確是風向在轉彎嗎 有這種感覺嗎 他們裡面有幾位名嘴已經多多少少了 多多少少對韓已經 講話有一點稍微不客氣了 不像以前的恭敬 但是我相信他們也都基於好意 都基於善意 所以我覺得那一個媒體應該不至於氣他而去啦 我們在那邊的 這就是